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团结政府大会今天缔造历史 让过去曾经水火难容 势不两立的政治对手齐聚一堂 在昌明大马理念下展示团结一心 团结政府19个盟党的党魁 今天率领成千上万的党员 聚集在吉隆坡世贸中心场面壮观 台上领袖轮流灯台演讲时都在强调 现场处处都可以看到 基层党员们纷纷抛下曾经的分歧 互相合影进行破冰 彰显团结政府的精神 来看记者林小倩 颜伟俊和汤嘉欣 从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今天是团结政府成立以来 第一次历史性举办 集结19个成员党的大规模会议 过去向来是巫统大奔宁的吉隆坡世贸中心 今天集结了来自西蒙 国阵以及东马政党的领袖以及基层代表 大家还都约好一起穿上白色主题的服装 然后别上我手上这一枚 象征着团结大会的徽章 现场气氛涌下盛大 这场主题为昌明迎向大马未来的团结政府全国大会 我们都知道传统都是属于国阵的武统 堡垒他们的教典区 所以这是抱着一个 我们觉得一个很兴奋的来看一下 毕竟我们今年我们的巴卡丹哈拉班 西蒙也是跟这个团结政府 这场主题为昌明迎向大马未来的团结政府全国大会 除了让执政党的党魁齐聚一堂 也让基层代表有机会近距离面对面交流 而整场大会从标语到海报 主旋律都围绕在巴巴段团结精神上 但过去逗了几十年 有着截然不同理念的政党 如今当了政府 大家在同一个屋檐下服务人民 真的就能一笑敏恩仇朝着同一个目标迈进吗 基层们又有什么看法呢 在初期的时候 固然在一些所谓的情感上 在一些所谓的历史背景上 大家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但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时间去磨合的 毕竟我们知道看到在政治上 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我们看来在海洋团队里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什么的 大会在下午四点 迎来重头戏 组成团结政府的各党大头 都被安排坐在台上 早前多次宣称 遭到忽略开会没被通知的 民主联盟党MUDA主席塞沙迪 这一回也被安排坐在舞台上方 第三排的位置 显示MUDA在团结政府里 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这一次的大会安排 显示团结政府的眼中 还是有MUDA的 没有把政府里的这个小弟给忘记 而塞沙迪叫后在接受媒体访问时 也否认MUDA在团结政府里的存在感很低 他强调MUDA的角色 就是要确保团结政府稳定 所有的问题是我们要提出的 我们将尽力尽在内面 保持着政府的行为 政府的行为 和我们得到 马来自得到的行为 我们能够成立的行为 能够成立的行为 您的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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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